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森美洲焦点新闻 一周精华 我是徐湘华 我们持续来关注华裔留学生孙安佐 在美咏枪恐吓事件的进展 本次事件不仅引起了台湾社会的持续关心 也是在美国社会带来广泛的讨论 东森新闻本周的新闻广角进单元 特别推出专题孙安佐持枪 带领观众一起全方位来解读孙安佐事件 带来的各种影响 孙安佐在美国涉嫌恐吓威胁 12号早上还被加控了第二条 持有犯罪工具的罪名 而这样的罪名在美国到底属于 轻罪还是重罪 来看我们的深入报道 孙安佐案11号又有新进展 根据法院公告的最新案卷 孙安佐除了原先被指控的恐吓威胁罪以外 还被加控了第二条 持有犯罪工具的罪名 但专家认为严重性并未因此提高 不像我想象始终那么严重 当年的话比较严重一点的话 就可能变成联邦案件了 这个犯罪的武器定义很广 持有一把刀也是属于 非法持有这个可以犯案的武器 甚至这个一个球棒都可以的 这个月二号商达比警局在查获 孙安佐持有一把自足手枪和1600多发子弹 孙安佐案遇审庭从原本预计在11号召开 去延后到25号 他的律师策略是对的 是将这个案子延后的25号去了 这样子他可以派私家侦探做进一步的调查 虽然艺人迪英和孙鹏为儿子聘请五星级律师辩护 但负责本案的检察官绝非省油的灯 负责起诉事务的助理检察官康利 拥有近30年资历 在同侪间评价极高 而康利隶属的办公室 更是以打击枪支犯罪文明 掌管办公室的检察官科普兰 在上任宣誓时 就特别强调将以打击毒品与枪支犯罪 为首要任务 纵使有坚强的律师团助阵 面对资历夫妇且意志坚定的检察官团队 法庭上想必然是一场仪仗 都在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 美国校园枪支暴力频传 特别是这几个月 美国出现了多起华裔留学生持枪的新闻 美国律师就分析 华裔留学生在美国持枪 可能是因为遭到霸凌 又或可能是本身就喜欢枪支 到了美国的时候 没有家长管教就买枪 加上不熟悉美国法律或学校规定 婴儿处罚 染了一头金发 他是26岁中国大陆留学生孙文亮 他被控非法持有突击式步枪和弹药 无独幼偶 18岁的华裔陈欧文 也因为持枪到学校被捕 加上孙彭迪婴儿子孙安佐 也在美国扬言扫射学校 在美国校园枪及平传的反枪氛围下 丰美的留学生为何爱买枪 被霸凌的案件的话 他的没办法跟家长讲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是说我拿枪 外国留学生遭到霸凌时有所闻 但美国律师表示 美国校园对枪支零容忍 绝对不允许学生带武器上学校 更别说称自己遭霸凌 想涌枪自卫也是有弹书的 美国各州对枪支管制的限制 并非相同 加州纽约州较为严格构枪前 虚作背形审查 反观佛与达州宾州等等枪管教松 亚洲国家对枪支管制严格 一般人很难接触到枪 对本身喜欢枪的人来说 到了美国仿佛有了碰枪自由 美国公民只要年满18岁就能有枪 若留学生周遭朋友也是有枪支的 而如木乃夏 往往许多留学生也开始拥有枪支 不过拥枪归拥枪 底线人士不可拿枪伤害别人 或是发表任何商人言论 甚至把枪带到学校 否则就是被学校开除 而一旦被校方开除 只有挨穿起学生签证的留学生 也往往结局是被遣返回国 多次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 美国枪支犯滥 加上虽然左议题 以及枪手扫射YouTube总部事件 这YouTube规定说 从4月10号开始 上传的内容不能出现枪支贩卖 也不能展示枪支配件 同时更不能教导自制枪械这些影片 但政策一出引起不少讨论 火焰枪喷出好几公尺远 威力惊人 画面中戴着面罩就是孙安佐 这支火焰喷枪po在YouTube上 引起外界关注 美国校园过去也爆发多起枪击事件 再加上美国枪支泛滥 就连YouTube总部也经传枪击案 女枪手扫射在警方到场前 已经引弹自尽 这种原因让YouTube决定加强枪支的内容政策 从4月20号开始禁止发布枪支贩卖 展示枪支配件 以及教导自制枪械等影片内容 那给大家看一下打出来的弹孔 因为是点数 所以扎实很多 打起来很过瘾 过去类似这样的开箱影片并不少见 曾经在YouTube上发表一系列 枪支专业的网红JOMEN 对于上传内容的新政策 尽管觉得可惜 但还是尊重平台 YouTube它作为一个比较保守的立场 它要把这些系列的影片 其实是旧的影片还可以放的 只是新的影片不能再上传 全世界的小孩子都在看YouTube 那其实没有办法 因为它那个关键字一打开来 今天我原本可能只是看 射击游戏的影片 它旁边的演算法跳出来推荐页 可能出现真实枪支 的确平台太大 为了控管内容 YouTube才会禁止枪支贩售 等等影片发布 但也有网红认为 这样的规范交往过阵 我认为它都应该交由这个市场 来决定是不是一个 你知道吗 好的内容或不好的内容 可是我觉得完全的自由放任 的确也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像枪支我是觉得 我还是认为它应该要公布给大家 还是要勾开给大家看才对 枪支交易 枪械周边商品 以及组装教学 通通不能再PO上YouTube 外界的看法正反两极 东西新闻 吴松蔡卫军台北采访报道 艺人迪英跟王彩华的交情非常好 如今呢 迪英遇到了困难 王彩华远赴尼泊尔请仁波倩来开示 为结拜姐姐迪英一家来祈福 希望迪英的儿子孙安佐平安归来 就是人家是下雪 围盟 对不对 我们那是 我们有红酒代替 红酒代替 因为我们 没有 对 自己都下不了水 怎么会痛啊 所以 米酒 红酒代替 所以我们就干杯 就干杯啊 就当下就结拜 大姐 二姐 三弟 对 唱歌唱到一半 迪英拉着王彩华和迪智杰下跪结拜 就这样成了迪家班三姐弟 累积多年的感情 没想到这回大姐迪英却碰上大难关 跪在地上 诚心祈祷 王彩华最近刚好到尼泊尔进行心灵之旅 身为人母的他 特别能感受迪英的心情 还请仁波倩开示 为结拜的姐姐一家祈福 希望孙安佐能够平安归来 最近迪英心情大受影响 看在演艺圈的好友眼里非常心疼 迪英很疼爱这个小孩 我是觉得是不是宠坏了 但是我又想 因为这个小孩从小就喜欢玩这些 应该把他送到研究这些东西的学校去学习 那就对了 迪英和孙鹏在演艺圈人员非常好 然而对小孩严格出了名 孙安佐在美国招待 其实也让不少人相当吃惊 我们去的时候都比较晚了 所以可能会跟安佐打个招呼 可是他就差不多要睡 因为其实迪姐蛮严格的 传了讯息 可是他们应该任忙 对对对 那我也不希望再打扰他们 对想说先把focus这件事情处理好 虽然无法帮忙到孙安佐 只能喊话替迪英加油 盼他们夫妻俩能够打赢官司 把儿子平安带回台湾 当三星文蔡锦罗孟婷 台北报道 孙鹏和迪英为了儿子的官司在繁星 一度被曝出 他们要把北投和内湖的两栋别墅出售 而且这两间房都开出高价 但现在房仲说 这两间房的行情价其实不到那么高 很可能只是po出来试试水温 也有可能是要让买方拥有杀价的空间 而目前这两个物件都已经下架 孙鹏迪英在北投的别墅 开价8600万要来出售 传出三年前还有人开价1亿元要来买 但是房仲认为这不太合理 房子附近环境清幽 位处偏郊区 生活机能不比都会区来得好 但却是北投一带的别墅街 孙鹏开价8600万根本是天价 换算下来一瓶也要90几万 但是这代的行情 基本是一瓶70万元起跳 更别说曾经有人要1亿元求买 他是想卖 但是他故意开一个高高的价钱 他就是要让买家有那种杀价的快感 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 开价吓死人 成交价笑死人 虽然证实 孙鹏迪英两人并非卖房旧子 而是早就想要出售房子 然而北投的别墅 这区的成交量不高 但毕竟位在高级学区 卖贵有道理 但反观 孙鹏内湖的房子价差差更多了 搭着潜艇有空地庭园 因此价格可以再哄台 但是这个价钱还是比行情价高出许多 4860万平均下来 一瓶将近高达140万 甚至比附近所卖的店面价钱还要高 房仲估计这里约莫卖2500万元差不多 除非说是屋龄十年内的 所谓的豪宅型的产品 你才有可能说单价可能到90万左右 目前这两个房屋物件 在交易网上已经下架 对于为何卖房 敌因孙鹏也尚未对外回应 但可以确定的是 两人靠着演艺事业 累积上亿身家 不需急着为了替儿子打官司 赶紧求售房产 真的有要卖房吗 恐怕只是事事水闻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在台北 请不吝点赞 随时随地观赏热门新闻时事 新闻广角进单元 现在还可以上东森美洲电视脸书官网 欢迎观众来点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